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和津津河污染事件爆发时 学校被迫停课而采取的措施相同 目前布称 吉隆坡 雪兰河 槟城和沙拉越 一共有2649所政府学校还在关闭 至于森美兰河 霹雳州 由于空污指数在昨天傍晚 已经脱离了非常不健康水平 学校已经恢复上课 另一方面 埋害引起的种种后遗症 也让民众十分的担心 根据卫生部在 掩埋前线区31间诊所统计到的数据显示 民众患上哮喘病和结膜炎的病例 都有上升的趋势 卫生部以这个月8号到14号期间的病例 以及6月30到9月7号期间的病例 平均数做比对 显示民众因为哮喘病求医的个案 上升了15.8% 至于结膜炎情况较为严重 同一时期飙涨24.9% 不过呼吸道感染病例稍微趋缓 减少17.3% 卫生部因此呼吁高风险群体 例如儿童 老人或经常暴露在户外的人士 以及患有哮喘 支气管炎等疾病的病人 做好防范措施 以减低烟霾对健康带来的影响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